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和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 就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来谈谈军队的一些变化 枪杆之刀把子的稳定是确保中共两个确立的 逼不可少的前提保证 沈阳于宏机场方向的枪声大作 是一场军事演习 或是一场被及时挫败的军事反抗呢 我们都知道抓刀把子抓枪杆 这习近平主政之初 花了很大的气力处理的一个施政重点 而且也取得了前所欲 有至少表面上是明显的绩效 刀把子是以周永康以下 公检法国安系统贪腐官员的落入法网 孙力军以下了政治团伙的锅铛入狱 王小洪的闽江旧部掌控大权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抓枪杆之的所有中心工作 使2012年开始军改为核心而展开 习近平是2012年11月当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然后就开始筹谋推进军改的计划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军队编制 体制编制调整的改革 推动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把军队的改革纳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 那是一个很重的一个任务 2014年这三月中共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 又是一个小组习近平领衔 副组长那个时候是许其亮还有范长龙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军改开始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那2015年的1月军改领导小组第二次的会议 拟定了改革方向做了部署 同年的7月军改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 审议通过了有关的方案 军委的常委会议跟中共中央政治级常委会联合召开 以审议军改的总体方案 2015年的9月 习近平的纪念抗战胜利的70周年的会议上宣布 裁军30万 第二下个月也就是10月 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同年的11月24号到26号 军改工作会议召开 11月28号军委印发 有关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 军队的改革开始启动 以下脖子以下的军期 改为实质性的变化 就侧大区为战区 武警归剑中央军委 这些都属于其中的重要成果 以此同时 军队的缓摊和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从2015年开始 共陆续公布了将近一百名 甚至一百名以上的军级干部以上的 遭到了查办 那么凸显了习近平的推动 全面军改的时候 展示的大刀阔武的魄力 整军封合 对军队贪腐方面来讲 发挥了实际的成效 那么我们也知道 除了王守夜还有古郡三之外 还有徐才厚 郭伯雄 黄丰辉张扬等等的一拉堆 包括了他说明的党羽 那么你应该说 习近平通过这种清洗反贪 逐渐奠定了自己在军中的权力地位 那么好了 二十大即将召开 海外的媒体注意到了六零后 全面接管解放军 解放军的战区级的主观 几乎三 四大架几个战区 还有三军总部 全部是六零后 成为了中共军方高级将领的中间力量改信 更新换代 新军大波联合早报一则远的专稿 就提到这一点 六零后成为中间力量 资料显示了解放军的战区级的单位 分为两个 第一个是正战区级 还有一个复战区级 2016年金改之后 一共有14个政战区的单位 分布于中共中央军委的资能部门 五大战区军总以及独立单位 中共中央有15个资能部门 真正政战区级的班论有三个 军委的联合参谋部 军委的政治工作部和军委级委 这三个部门的主观由中央军委委员兼任 地位明显高于政战区级的单位 规格比较高 那么目前 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部的参谋长李作成 军委的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 中央军委级委书记张生明 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也都是五年后 就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中共二十大大致到了 十月十六号召开 会期七天 二十大结束的当天 马上就会宣布 新一届的中共中央军委的班子 那么大时候估计了李作成苗华张生明 可能就会有些调整 年纪到了 除了刚才讲的三个 政战区级的中央军委的这个部门 还有中央军委的办公厅 后勤保障部 装备发展部 训练管理部 国防动员部 政法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那叫副战区级 其中呢 后勤部装备部的部长政委 一般为政战区级的上将 为高配 军改之后 原来七大京区改为东部战区 南部战区 西部战区 北部战区 中部战区 都是政战区级的单位 其中有六个政战区级的单位 还包括空军 陆军 海军 火箭军 四大军种 以及战略支援部队 和武警部队 军改之后呢 解放军的军事科学院 国防大学 降格为副战区局 但是院长 校长 政委 能难高配 政战区级的上将 那有关这个专稿说 2020年起 解放军 为了这个二十大之后的人事 也开始在调整 各个战区 各个军种 兵种 主官 调整 2020年 王春宁 出任武警司令员 2021年 王秀斌 出任 南部战区司令员 汪海江 出任西部战区司令员 刘正丽 出任陆军司令员 董军 出任海军司令员 长丁球 出任了空军司令员 拒前生 出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 林向阳 先是出任 中部战区司令员 后来调动 中部战区司令员 成为军中 唯一一个担任过 两个战区司令员的 现役的将员 好了 今年年初 军方又公布 吴亚兰接替林向阳 出任中部战区司令员 李毅超 出任火箭军司令员 刘青松 出任北部战区司令员 政委 刘青松政委 徐德青 出任中部战区政委 秦树桐 出任陆军政委 袁华志 出任海军政委 张鸿兵 出任武警部队的政委 9月8号最新 来自空军的王强 晋升为上将 唯一的为他 官方同时宣布他 已经接替李乔明 出任北部战区司令员 这很奇怪 为一个人 因为7月31号 已经晋升了一批 结果9月8号专门 给这个人 评为上将 好了 我们又看到目前的情况 目前的情况 除了中央军委 三大政战区级的部门 就是李作成 苗华 还有张声明之外 五大战区 陆海空 火箭军 战力支援部队 武警的军政主观 基本完成了更换 有一个现象 这些政战区级的单位的 司令员全部是六年后 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中间 政委方面 除了东部南部西部战区 也全部由六年后 担任 其中 五零后的东部战区政委 和平 今年满六十五岁 南部战区的政委 王剑武满六十四岁 估计很快就会卸任 好了 在六零后 政战区级的上将中 六十一岁 远北部战区 司令员李乔明 资历最深 2017年就出任 北部战区司令员 是当时最年轻的 政战区级的司令官 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 李乔明的新职位 但是最新被颁布 上将军群的王强 已经接替北部战区的司令员 王强原来是西部战区 副司令员兼西部战区的空军司令 在晋升的时候就宣布 他是北部战区司令员 来接替李乔明的职务 外界注意到我刚才讲了 七月三十号 刚升了一批 为了王强专门开了一个 授权议士 为什么 会这么做 这么给外界呢 有一个政治竞裁的机会 58岁的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去年就短暂出任 中部战区的司令员 所以目前大家知道 同时出任两任战区的现役军人 陆军司令员刘震丽 58岁 但是年轻时候曾经参加过 中越边境战争立过一等功 2012年刘震丽升任为 65集团军的军长 当时是最年轻的集团军的军长 2014年 转任解放军王牌部队 是38集团军的军长 2015年出任武警部队参谋长 同年出任陆军参谋长 2017年中共十九大 刘震丽入选中央委员 这个人可能也会属于 继续往上晋升的一个选拔 那么目前 解放军最年轻的政战区级的主官 就是1967年出生的长丁球 长丁球是空军辉行大队长 2013年沈阳空军参谋长 最年轻的政军级将领 2016年军改是解放军南部战阶副司令员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19大中央后会员 2021年8月升任空军设定员 但是注意到一点 曾经被视为明星将领的 中共中央后勤保障部的部长高金 意外落险 解放军国武军部队20大的代表 他今年63岁 长期担任火箭军 也就是二炮服役 2011年升任二炮参谋长 18大陆选中央后部委员 2014年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 继身政大军区级将领 2015年出任战略资源部队首任司令员 2017年升为上将 当时也是最年轻的上将 都是最年轻 陆选中共中央19届中央委员 2019年他出任中共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部长 按理说他还要往上提才对 但是没了 连20大代表都没有 上个月公布的解放军武警部队的 20大代表团名单 没有高金的名字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政战虚极的退休年龄 还没到了高金 不会进入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那么他在解放军军中的地位 肯定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什么原因没说 有关军队人事变动 这虽然是资料性的收集和展示 但可以看出军中高层人士变动的趋势 包括两位现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和许奇亮 是不是会在20大之后发生变动 坊间也有很多说法 好像许奇亮 可能要有些变动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称之为是在沈阳铁锡区方向发生持续相战的视频 在网络上不进而走 视频中各种火光四射 枪声大作 有炮声 很有现场的画面感 据称这是有关沈阳北 北部战区是令人李乔明和前来解释的军队发生冲突 估计他的卫队跟对方交火 据说有重武器后来退守某个机场的余虹机场 用后来有人用战机火炮轰炸 干了两天 所谓的叛军全部枪杀 运送尸体运送了好多汽车 据说两三百个人 这个事据说跟李乔明王强和习近平有关 那当然后面的很多添加添加厨的东西很多 首先第一呢 对这个传言我们认为 现代资讯战制作 卢甲包含的事逼真的是不是很容易 我们对所谓军中在这么一个时候 发生内部的军事画面的时候 我存疑 当然也有人说不要排除 第二 我记得8月29号习近平是他沈阳期间 好像有个北部战区司机干部以上的军官 接见合影的日程安排 那个时候的北部战区司令人李乔明不可能缺席 所以我查了一下资料 习近平和沈阳北部战区的驻沈阳部队的合影中间呢 李乔明就坐在习近平的右手边 为什么短短几天就出现北部战区司令员的移动 外界难免会有很多的猜测 第三 按照常识 我们这里讲常识 即使文革 文革期间的林彪跟毛泽东政治上决裂 也只能采取被迫出走 林立国所谓小舰队根本就没有机会对毛泽东的专利下手 中共军队的指挥调动权力一直受到严格宪制的规定 包括毛泽东时代一个排的兵力的调动 没有军委主席点头不行 战区司令员调动军队 恐怕同时要受到战区政委参谋长 甚至要报联合参谋部 来审批才行 那就是说战区的政委不可能不知道事先的这样一个部队的火力安排 军队安排 北部战区司令员拥兵自重 并以要求前来解职接收的解放军军方人员发生武装冲突 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军史上似乎没有这样的记录 有过什么小小的火兵啊 有一个战区司令的卫队跟来发生这个武装作 一打打了两天 庐门有任何的特别的指令 一线部队作战部队守备部队之外 其他日常的生活中 军队的武器弹药也都要受到严格的管理 第四 军中火变化变发生的概率有但不高 而成功率也不多 现在的高级将领打过战拿过枪的屈指格所 李乔明61岁 恐怕未必有实战经验 能为一个升迁或者去职的事大动耽搁不息战 一般人没办法想象 解除职务也不会用这么硬生生的办法 当然也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 第五点 习近平组长军队大局大权在握 基本可以这么确定 是不是板当钉钉那另当别论 如果十年的主政接着要进入第三个任期 还会发生一个战区森林员公开抗命 组织引爆火力冲突 这说明什么 如果是真的话 只能说明习近平的权力量并不稳定 但这会是真的事实吗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谢谢大家 你们先u席 谢谢大家 不愿意 这么不愿意 不愿意